請蔡部長還有行檢查總長 好 請蔡部長跟檢查總長 請 兩位好 兩位應該是 我們在整個刑事事發體系當中 負責偵辦犯罪 不管是政策面 還是檢查系統指揮面 的大家長 有好幾個案子 因為牽涉到 我們在具體的執行上面的時候 不管是偵查不公開 還是連政的要求 今天有機會 一併請教兩位 這樣子是看在誰的權責範圍內 加以回答 2021年啊 我回到公民社會以後 我開始協助一些吹哨者 JRB 這些吹哨者會害怕 他們會害怕什麼 當他們是內部的吹哨人的時候 他們提供 重要的犯罪證據 但問題是 當他身份如果被揭露 他擔心 會被清算 會被報復 所以我們一直強調 吹哨者保護法的重要性 這個在院會 跟部長 跟院長 都交換過意見 我這2020年6月 告發了這個案子 我從來 沒有讓任何人知道 這個案子 是我告發的 我就一直靜靜的等 因為我當初告發的時候 我準備的證據啊 非常齊全 連裡面啊 會計傳票 內部的帳 我全部都整理好了 送給檢察官 請求檢察官 偵辦犯罪 我一直到 上個禮拜周末 看到這個案子 終於發動 搜索了 那當然對我來講 我會覺得很好奇 我當初準備這麼多證據 結果竟然拖了三年 才動 但沒有關係 該偵辦的犯罪 就偵辦 但讓我驚訝的是什麼 讓我驚訝的是 我看了報紙以後 我大驚失色 幾乎每一篇報紙 都說這是前立委 黃國昌向北檢告發 我想要請教一下部長 記者怎麼會知道 當然這個個案的 沒有透過法務部嘛 一定是直接到檢察機關去嘛 請檢察中長 請檢察中長 記者怎麼會知道 從我們偵查實務來講喔 這個的確是 最讓人痛心疾首的 不過喔 這個原因非常多 這個原因非常多 這個 我就要問好了啦 剛剛檢察中長用到四個字 叫痛心疾首嘛 那如果這個是檢察官 跟記者說的應該嗎 應該嗎 我現在在討論的是規範上的問題 這個事情我不會追究責任啊 我更歎乎的是規範上的問題啊 因為這個人是我 我其實沒有在怕的啦 但 這個會牽涉到其他的案件 如果是這樣子在對待的話 我們一直在講 吹哨者保護 到底在保護什麼啊 這個案子現在還在刑事偵查中喔 還沒有做起訴不起訴的處分喔 在刑事偵查中喔 結果記者 直接是把這個事情是誰檢舉的 每一個報紙幾乎都寫出來了 我當然是要有些了解嘛 欸 你們怎麼知道是我告發的 如果是檢察官講的應該嗎 總長 這個是基本態度的問題 這個 如果是 有人洩漏出去的話 這個 因為接觸案件喔 人相當多喔 這有各種的管道 不過我們在基層 沒有 我只問一個問題喔 如果是檢察官講的應不應該 當然不應該啦 當然不應該嘛 那總長 因為你可以指揮監督 整個檢查系統嘛 是不是可以承諾去瞭解 這件事情到底怎麼發生的 我再強調一次喔 我沒有要追究責任 但總長了解這件事情怎麼發生了以後 就拜託他們 以後不要再發生 因為我檢舉的 人家怕曝光 所以來找我 我具名幫忙檢舉 我老實講 我就沒有在怕 沒有在怕得罪這些人 但 不是每一個人都沒有在怕 很多人會怕 這是為什麼我一直強調這件事情的重要性 第二個 RMB的案子 我上次請教部長嘛 一樣 我帶秘密證人去做筆錄 結果 秘密證人做了筆錄 變成鏡周刊獨家的內容 上次部長提了 說這個不是在你所俠的範圍當中嗎 來我今天請教一下總長 總長 你覺得這件事情應該嗎 當然不應該 當然不應該嘛 那上次部長的意思是說 這個要怎麼處理 要交給北檢 那顯然部長是 感覺起來啦 就北檢這不是他所俠的範圍 是不是可以請總長承諾 要求北檢回去 測查這是怎麼回事 因為這件事情喔 我公開喊話喊一年了啦 那台北地檢署 我似乎啦 我人為言親啊 我公開喔 一直質疑這件事情 到底怎麼發生的 完全不理會 可以這樣嗎 總長 這個委員 所提到的齁 我們會去了解 就是 依照委員所提到的齁 我們會 我這樣說齁 總長我跟你交換一下意見 我們大家都是法律人 依法就論法 這件事情該怎麼處理 就怎麼處理 但我覺得 這個事情不能一而再再而三的發生 一而再再而三的發生 你等於是告訴整個社會喔 不要吹哨啊 不要當秘密證人啊 你什麼時候被翻出來啊 你都不知道啊 那個對一般民眾的心理壓力有多大啊 這絕對不是我們在邁向年人國家的道路上面 我們所期待看到的狀況 總長您同意嗎 第三個事情喔 是 88會館的行政調查報告 我之前請教部長 說高檢署 所做的88會館的行政調查報告 避重就輕 我講的嚴重一點是說謊 我為什麼敢說他說謊 在那個調查報告裡面 來來來 在那個調查報告裡面 他明明就知道 招待檢警的人 就是那個洗錢犯郭哲民 也知道現場是有人提供服務的 但是在我們的高檢署裡面的調查報告裡面 就完全不是這樣子寫 寫說沒有場所經理或業者進入 現場沒有服務人員 我那時候看了高檢署的調查報告 我不敢自信 那等於是什麼 等於是有人拿著鑰匙自己去開門 自己去開冷氣 自己去倒酒水 自己服務自己 這可能嗎 招待所是這樣運作的嗎 我後來就去追 終於讓我追出了訪談的證詞 訪談的證詞 那個操待所 現場管理的人就說 有啊 只要招待高階的檢警 都是小民招待的啊 我們會有兩三個人啊 在那邊倒茶水啊 在那邊提供酒啊 在那邊服務啊 高檢署的調查報告 怎麼會做出來的品質是這個樣子 如何請教社 如何取信社會大眾啊 因為這個事情我一樣喔 我大概公開問了一年啊 但我們的台灣高登檢查署 就是沒有要回應啊 總長這樣應該嗎 就形勢來講喔 這個88會館這個案子 我們一直持續的調查 從來沒有停止過 我現在在講的是行政調查的部分 因為這個不是我的職權啊 可是 台灣高檢檢查署 不是你所俠的嗎 我這個是行事調查 所以行政調查的部分是規部長 來請部長 呃 高檢署的初步報告 雖然完成 但是他 沒有對外詳細的說明 如果需要詳細的說明 我會要求他們 這不是詳細的說明啊 這內容根本虛而不實啊 剛剛我這樣子的描述有錯嗎 那我不曉得委員講的是哪一個片段 那我們回去 我上面不是秀了嗎 第一個 我回去告訴高檢署 把委員的質疑 再詳細的去了解 因為 當齁 第一個時間事情發生的時候 為什麼會希望高檢檢署 做行政調查報告 因為這已經嚴重的衝擊了社會大眾 對於我們整個檢查體系的信心了 結果出了 這份行政調查報告 一樣避重就輕 甚至以客觀事實不符 大家都是用混的 風頭過了以後 新聞熱度過了以後 以為沒有人會再追究 沒有人會再在意 但我必須要很沉痛的講 絕對不應該這個樣子 絕對不應該這個樣子 高等檢查署 是一個如何重要的機構 全國的地檢署 上面的高等檢查署 做出來的行政調查報告 品質是這個樣子 這是在包屁嗎 在我眼中看來 這就是在包屁 時間的關係 最後一個問題 來請行中長 因為齁 之前 就有關於重放洗錢犯的責任 新北地檢 小民到了機場 結果承辦了檢察官 接到海關那邊的電話 竟然說放人 我一直在追 新北地檢署說齁 這個調查 要等到刑事增結 那我就很耐心的等刑事增結 現在刑事增結了 去年就刑事增結了 我上一次發函給新北地檢署 結果新北地檢署回函說 這個行政調查程序 仍在進行當中 尚未結案 沒有辦法提供行政調查結果 請問這個行政調查 拖了這麼久還要多久 這個是部長的還是總長的朔霞 如果是行政調查 按照總長的意思 應該是屬於部長嘛 是嗎 因為我上次問部長 部長說這個要新北地檢署回答 所以我有點搞不清楚了 所以今天總長來 兩位都在這邊 誰的權責 給他講清楚 這個行政調查 新北地檢還要拖多久 根據新北地檢的回覆 他刑事調查還在進行當中 所以刑事調查 他已經起訴了耶 沒有他還有部分 還有部分還在調查當中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當他的刑事偵查 只要一天不終結 這個行政調查 一天沒有辦法進行 是這樣嗎 不是 那所以我就請教你嘛 行政調查還是可以進行 對好 這個行政調查還是要多久 是 你說得很好 在不違反 行政調查的情況之下 請問這個行政調查還要多久 那就由新北地檢署來判斷 由他們自己來判斷 所以一年也沒有關係 兩年也沒有關係 三年也沒有關係 是這樣嗎 不是話不能這樣講 我們按照檢察官 他偵辦案件的進度 在不違反 刑事偵查 不公開的情況下 行政調查 依然可以進行 所以嘛 按照你的說法嘛 大家就不能問嘛 不能質疑嘛 連什麼時候行政調查 要出來 他就說 那我們就按照 整體行政調查的狀況 我們慢慢磨 慢慢拖 慢慢混 可以這樣嗎 那是你的解讀啦 對 那你的解讀是什麼嘛 你的解讀是 檢察官有按照他既有的程序在進行 那刑事偵查 還在進行當中 當然 行政調查 在不違反的情況下 可以做 但是如果 影響到刑事偵查 所以嘛 按照你的答案是 他要做多久都沒有關係嘛 他要做多久都沒有關係嘛 法務部 不想管 也管不到 是 那是你的解讀 那是你的解讀啦 對 那你的解讀是什麼嘛 我該要管的 我該要負責的 我絕對會監督到底 這個是誰該管誰該負責嘛 我的問題就這麼簡單嘛 是你還是總長 誰該管誰該負責 好 那麼請部長簡短答覆 我們誰負責 誰就會要來努力的來完成 對 那誰是誰負責 我們共同負責嘛 你跟總長共同負責 行政的部分當然是我負責 行事的部分他負責嘛 那我們也是要彼此合作尊重嘛 沒有關係啦 我們繼續看下去 看還要拖多久 這麼離譜的事情 看還要拖多久 才要給社會大眾一個交代 好 謝謝黃總召 好 謝謝部長 謝謝檢察總長